六合街29号的Granti 大家都知道这次是我们2024ACG来说一个重大的event 就是Diatom创作比赛第二届 当然既然有这么多的参作作品 我们都找了三个重量级的嘉宾评判 首先就是明KOL K这一个我们叫Diatom之父 真玩家的Walker Machine Walker 我不用再答我 中间的,不用多说了 超级构极之心的Diatom玩家 钟哥 大家好 太好了 重量级中的重量级 基本上大家有玩这个Transformer 不可能不懂它 Porby Meiser的创办人 创办人 真主 也有Stanley 谢谢 如果有评分标准 我们都会看看作品的创意 组合度 本身会不会有变形机能 甚至是收纳机能 都会是这次评分准则其中的一件事 如何都好 非常恭喜在场十件这么精彩的作品 甚至于究竟哪五件 灌亚贵加两件优异作品 就可以去到我们接下来28号 就会有我们精彩的攀长嘉宾东雲小姐 在她手上接过你们的奖品 究竟是哪五个呢 稍后我们就知道了 大家好 我是阿添 我是一号参赛者 首先我的作品就叫做 《地狱之邪神》 因为去年我也有参加过 我设计了一款人类阵型的作品 今年就想着 尝试一下用虫来做一个设计的元素 我的作品手上没有武器 其实就是用一些很自然的元素 譬如说它不知怎样可以用一些石头 像是重力的元素 去令人类觉得是一个很绝望的 很巨大的威胁 这个概念是这样 我是三号参赛者 《青仔泉》 我去年也有参加 去年也是用TM 做了一种类似二形的物体 看了比赛细极 说可以做场景 我想 做场景 那我不如做多一只怪兽 做多一只虫虫在下面 当它打输了 然后就放在下面 所以就有这样的构思 就是TM Kinga 踩着虫虫 虫虫死了 摊在地下 然后今年还做了很多条片 因为这件事很喜欢病 一直在想如何传辟 不如用文字 有想过用漫画的 不如自己拍开片 做一条片 做完一条中耳病的片 一直加一些银牙 然后就 热气 就做了出来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四号参赛者 曾中原 我今年是第一次参赛的 今次我带来的作品 就是 《Power Convoy Pro-type》 就是那些试作型 作品的解释就是 自从《Battle Convoy VMAX》 开发成功之后 那些部队都想看下 《Battle Convoy VMAX》 可以在哪方面发展 从而产生了一个强化计划 中间他也做了一个 仕作型的支援再举 让《Battle Convoy VMAX》 做一个合体事业 大家好 我就是Jusper Wu 我今年第一次参加 因为都是刚刚入 就是大家听 我自己就叫做Gail Heavy 我都做了一个说明书 抄抄传统里面的说明书的设定 我今次这个机体的设定 是由两个机型 第一个就是不变得型的 就是当是在基地里面做 运输、搬运工作 都没有什么战斗能力 这就是它的主机体 第二个机体就是巡逻机 它就是空中飞行 它自己都可以变机型的 它就是用TM 它本身的东西再加改装 之后它为了提升它的把援性 研发了一个合体 就是当巡逻机或机地有危险的时候 就可以短暂和主体合体 就可以变成攻击形态 这就是任何的事情 多谢 我是Vincent 今年第二次参赛 去年参赛了 我用了65号的 红蓝色 今次用了79号的主体 强化了下半身 用了其他部件的 整齐的 Hello 大家好 我叫Roy 今年是第二次参赛 听很多新入坑的朋友说 TM系列就继续不了什么 所以今年我就试试用TM系列 去研一只BPGV 当然最后研发出来 一定要加上其他的配件 但是 这个尝试是可以无限大的打人抗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是8号参赛者 我也是第一次参赛 见这么多年 去年也见很多地球军的机体 有这么多地球军机体 自然还会打到WALUDA那边 尝试了 我的概念就是 在这些WALUDA的残验里面 由它的怨念产生了一只机体 透过不同的部件 去组合 它每一种武器都是 来源于不同的WALUDA的身体部份 例如它头 它可能是一个WALUDASOOT 最后希望这个机体可以为WALUDA 震光 打回地球 多谢 Hello 我叫Benny Jones 我的作品叫Skaill D.No 我的机体前提就是一只恐龙形态的 偷执军 专门讨讨讨一些较小型的WALUDA 例如WALUDASOOT 或者WALUDA RADAR 其武器主要包括 還有螺旋和腳上的窗戶 還有遠前頭上的導彈 我的零金樂園主要來自哥斯拉 因為本人都喜歡哥斯拉 而且我的設定是有看的 所以這東西比較可愛 而且上支沒有太發達 就是這樣 大家好,我是K-Live 這是第一次參加第二屆香港區大港的創作比賽 很榮幸個人可以有機會入圍 這次有幸是大開眼睛 看了很多香港其他朋友的支持者 都是很高尊重的 我的作品就是 顧名思義叫做Q 在我創作的時候 一直摸索 發覺他的形態是非常多的 希望一會時間可以 一向大家介紹他的形態 多謝你 入圍的作品十個 但我們就說平均都平了很久 Sanley可不可以說一說 你對十片作品大約有什麼評價 因為今年的決賽作品 印象比往年更難忘 我覺得是 很多大部分的侵略者作品 都是原創性提高了很多 其實創作的作品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好解 你看到那個老套 真的 玩那個人 他把他那份 對於玩具 那種 他人的性格 把它放進去 對 對 你看到那個人 對 對 他放了自己的一部分 真的愛 對 對 對 有一個就是很痛心的 有一個你見到他 他真的把事情 由某些部分 中國整個齊起 有些你見到他 他應該有一個concept 有一個人他拍了影片 有一個人他做了上演書 你見到背後那個人 他真的擺在他的性格 擺在他一個個人立體 一個作品 都呈現了出來 這就是沒有任何另一個玩具 才能做到這個模具 只有戴口才能做到 看完之後 真的覺得 Diacron真的很好玩的玩具 這個真的很好玩 好了 分我們就給了 我現在很緊張 馬上可以看 收到你們的參賽資料之後 我們傳給日本 跟他們的review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看到香港那麼多個粉絲 熱誠他們 很多想法去組裝他們的機體 也不單止是正派的Diacron 而且看到華尤塔的身影 他們覺得很開心 也有一些參考者 準備了一些片 或者是用了我們Diacron的 那個insertion sheet 那張film去做一個 menu 對 那張menu去做簡介 他們都是覺得很開心 都很緊張 看看究竟28日 會見到最後哪五個獲勝 到時候見 成功成為優異獎的 CW Kong的Machine Q 大大力 Roy Pong 是 桂軍是 她叫自己做拳仔 TN King 恭喜 恭喜 第二名 是Tim的地獄之邪神 第二屆 大港創造大賽香港區的 冠軍得主 Jasper 謝謝 謝謝 星期 星期 星期